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非常兴奋的要给大家介绍一种神奇的中草药当归 当归在中医传统中被誉为女性之草 它有许多别名,比如女药王、串当归等 其英文名为Angelica Sinensis 让我们一起探索当归的营养成分和惊人功效吧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当归的营养成分 当归富含多种活性成分 其中包括挥发油、纤维素、维生素B12 维生素玉、胡萝卜素、铁、钙、芯等 这些成分赋予当归许多惊人的功效 现在,让我列举出当归的十个营养特点 补血养颜,当归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皮肤质地,使肌肤光滑有弹性 调精养女,当归是女性健康的良药 可以调节月经不调、痛经等问题 活血化欲,当归具有活血化欲的作用 可用于治疗血液循环不畅引起的一些疾病 抗炎抗菌,当归含有抗炎和抗菌成分 可帮助减轻炎症和抵抗细菌感染 缓解压力,当归具有镇静和抗焦虑的特性 可以缓解压力和焦虑情绪 改善睡眠,当归有助于促进良好的睡眠 缓解失眠问题 抗衰老 当归中的维生素E和胡萝卜素具有抗氧化作用 可延缓衰老过程 强化骨骼,当归富含钙和维生素B12 有助于骨骼健康和防止骨质疏松 改善消化,当归能够促进胃肠蠕动 缓解胃部不适和促进消化 提高免疫力 当归含有多种营养成分 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增强抵抗力 当归中最为重要的特有物质是穿胸内脂Y-Gustelite 它是当归的主要活性成分之一 穿胸内脂具有舒张血管 抗凝穴,调节血液循环等功效 是当归独特的物质之一 当归在食用时可以与许多食物搭配 以增强其功效 让我给大家列举出10种当归的搭配食物及其功效 枸杞,搭配当归可以增强养血滋补的功效 黄芪,与当归一起食用可以提升免疫力 增加体力和抵抗力 单身,当归和单身的组合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改善心血管健康 红枣,当归与红枣一起煮汤或炖煮 有补血养颜的效果 熟地黄,与当归一同煮汤可以滋补肝肾 调节月经问题 甘草,当归与甘草的组合可以增强补血功效 调理脾胃 鸡肉,将当归与鸡肉搭配炖煮 有滋补养颜的功效 猪蹄,当归和猪蹄一起炖煮可以滋补关节和骨骼健康 莲子,当归和莲子一起煮汤,有一身补血的作用 蜂蜜,将当归与蜂蜜搭配制成糖水 有助于调节气血 但是,也有一些食物与当归不宜同时食用 以免产生不良后果 让我列举出十个不能与当归同时食用的食物 辣椒,辣椒可能与当归产生相互作用 导致上火和不适 生姜,生姜与当归的性质相反 同时食用可能影响药效 咖啡,咖啡中的咖啡因可能与当归产生相互作用 影响神经系统 酒精,酒精会加重当归对肝脏的刺激 不宜同时食用 鸡蛋,鸡蛋与当归同时食用可能影响消化吸收 不利于药效发挥 青柠檬 青柠檬中的维生素C会降低当归的活性充分 不宜同时食用 牛肉,牛肉与当归的性质相充 同时食用可能导致不适 茶叶,茶叶中的柔酸会影响当归的吸收和药效 鱼类,鱼类中的富含脂肪和蛋白质 与当归同时食用可能导致消化不良 青菜 青菜中的纤维素含量较高 与当归同时食用可能影响其吸收和效果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关于当归的重要信息 当归是一种珍贵的中草药 被广泛用于中医中以补血 调精或血化育为主要功效 它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 特别是穿袖内脂作为其特有物质 具有独特的健康作用 当归适合与枸杞、黄芪、单身等食物搭配食用 以增强功效 然而,要避免与辣椒、生姜、咖啡等食物同时食用 以免产生不良后果 测定人群如孕妇 出血倾向患者等应谨慎使用当归获得医嘱 希望我今天的介绍能够让大家对当归有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你对中草药、健康养生等话题感兴趣 记得关注我的频道 给我一个点赞和订阅哦 下次再见